今天介绍大家一个全身黑猫的画法 首先一个大圈是头部 椭圆形的身体 差不多是头部的两背 一个月牙的形状 画出尾巴的弧度的变化 找出头的中线 腿呢刚好是中线延伸下来 圈圈呢概括出它的脚的位置 那么我们全身的形就概括完成 接下来我们找到头的水平 二分之一的位置 这里呢是眼睛 圈圈概括出眼睛 三角形的鼻子 加上它人字形的嘴巴 我们整体的五官就搞定 耳朵也可以用三角形稍微的概括一下 嘴巴的下方可以用圈圈 去概括出它的嘴巴的外形 包括全身的外形也稍微的调整一下 以及它身上一些毛发转折的地方 可以稍微的去画出来 接下来我们找一个颜色深一点的铅笔 先从五官开始 将眼睛的造型画得更准一些 下眼皮的这种弧度的变化 更加圆润一点 加出中间的瞳孔 流出高光的位置 将瞳孔的颜色加深 再将整体黑眼球去平铺均匀 离上眼皮近的位置会更深一点 鼻子的造型稍微调整一下 画出它的鼻孔 将鼻孔的颜色加重 再将整体鼻子去平铺均匀 嘴巴的颜色稍微加深 再从上往下稍微过渡一下 这样它的感觉就会更加自然一些 耳朵呢 在画的时候 可以先将轮廓去加深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用铅笔 将全身的颜色去平铺一遍 铺的时候呢 只要把它铺匀就可以了 不用在意这个线条好不好看 然后我们从头部开始去顺着毛发的生长方向 去加深一遍 加深的时候 眼睛周围一圈可以稍微流亮一些 嘴巴的下方颜色要稍微加重一点 我们再将全身颜色比较深的地方呢 去加深强调一下 比如说腿的颜色就要比其他地方颜色要重 将腿和胸脯相交的位置颜色加深 脚的颜色比腿的颜色也要深一些 将这些非常重的位置 我们去把它加深 左右两边两条腿呢 是一样的道理 加深好之后呢 像左边这里的这个腿的边缘的外侧这里 稍微的加深 然后整个胸脯的颜色也稍微的平铺一边 铺好之后呢 它的胸脯这里会有一块一块颜色比较深的地方 就很像这种腹肌的感觉 我们再将它的深色呢 这种铺成一块一块的这种效果 就会好一点点 后边的腿呢 稍微处理的虚一点 颜色不用特别的重 将尾巴和臀部相交的位置颜色稍微加重 然后我们大概找一下它尾巴的一个走向 可以顺着它的走向去排一些线条 这样画出来的尾巴就会比较自然一些 整体铺好之后呢 我们找一个纸巾 稍微折尖一些 先从颜色重的地方去擦 比如说眼睛 鼻孔 耳朵 边缘一圈 擦好之后呢 我们再去擦这些深的毛发 最后呢 我们再用纸巾画一个干净的面 将它周围其他地方的毛发去揉匀 把线条感揉弱 这样它的质感就会更加自然 更加真实一些 头部擦好之后 全身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先擦这些颜色特别重的位置 比如说深色浅色香蕉的位置 以及腿脚的颜色 擦好之后 我们再用纸巾整体的去揉匀 尾巴按照它的毛发的走向去擦 这样尾巴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整体擦好之后 我们用橡皮提亮眼睛的高光 鼻子的边缘 以及眼睛的下方这里提亮 这样眼睛通透的感觉 就会更真实一点 再用这个橡皮的尖尖 顺着毛发的走向 提亮一些浅色的毛发 稍微带有一点弧度的变化 会自然一些 主要提亮在这些深色浅色香蕉的位置 最后呢 我们找一个铅笔 将它周围画出来一些颜色 比较深的 一根一根毛发的感觉 那么我们这个全身的黑猫就搞定 大家看见